大家好我是區塊市的作者許明恩 歡迎大家來到區塊市的podcast 那簡單介紹的區塊市 區塊市一個禮拜會寄三封的email 給付費的會員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現在聽到的區塊市podcast 那另外兩封我們最近討論了Airbnb 最近大家都知道Airbnb的股票要上市了嘛 那他是在納斯達克這個交易所上面上市 但是在12月10號上市日 正式IPO之前就已經有加密貨幣交易所 先把Airbnb這個股票代幣化 然後放到他們自己的交易所上面 開放給大家交易 換句話說 這就會造成傳統的股票投資人 他們覺得參與到IPO 應該是第一批買到Airbnb股票的投資者 結果沒想到在加密貨幣平行世界裡面 已經有人先在那邊交易了兩三天了 然後才說你現在才買到Airbnb的股票嗎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那當然在Airbnb他的股票IPO的價格 當初好像是60美金吧 結果在IPO之前在這個加密貨幣交易所上架的時候 他上面的交易價格已經到80到90美金了 換句話說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預測市場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所以我就在文章裡面討論說 加密貨幣交易所他是怎麼去上架 這個Airbnb的股票代幣的 那另外一篇文章我們討論的是Visa 把USDC這個是為美金或美金穩定幣 放進他們的全球支付網路裡面 那這篇文章就會討論說那Visa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很多人可能在卡上面都看過Visa 但是不太知道說Visa究竟是在做什麼業務 他們在發卡嗎 他們是個銀行 還是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那這篇文章就是把Visa跟USDC到底如何合作的 然後對這個加密貨幣世界會有什麼影響 把它說清楚 所以如果你對這些內容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大家到Google搜尋區塊市 去試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內容了 那我常常在這個Podcast裡面就是說 歡迎大家用付費訂閱支持區塊市的營運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沒有去行動 就是從後台的數據看起來就是 超多人收聽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轉化成付費訂閱會員呢 請大家加油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邀請到Numbers的CTO伯甫 來跟我們來聊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我就是去中心化的硬碟 大家可能在網路上多少看到IPFS這個聽起來就是不知道到底在做什麼的東西 那IPFS他們最近實際把這個Filecoin整個網路正式上線了 那大家就會開始討論說 那我要怎麼挖礦 然後到底什麼是去中心化硬碟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伯甫來跟大家聊聊IPFS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跟我們日常生活中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請伯甫跟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伯甫 那很高興今天邀請我來參加 那我目前的話呢是Numbers的Founder以及就是Core CEO 那我自己的話呢 因為Numbers其實是一個在做數據資料完整性跟溯源的公司 大家如果搜尋Numbers Protocol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網頁上面會有一些介紹這樣 那我自己在創立這個公司之前呢 那我的background是比較技術背景的 所以其實我在學生的時候 我就一路一直在做跟開源有關的事情 那所以畢業之後就想說 那你搞了這麼久 就是應該要進一間跟開源有關的公司吧 這樣才make sense啊 所以那時候呢我就加入了一間叫做Canonico的公司 那它是Ubuntu Linux背後的公司 那Ubuntu Linux它是 因為台灣大部分的人其實還是使用Windows系統 那Ubuntu它就是有點像是相對於Windows的另外一種選擇 那它的差別只在於它整個是開源的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去修改這個系統 或者甚至是複製它 創造另外一個屬於你的系統 那完全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在那邊工作了一段時間 我就認識我的partner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一路創業 然後就做做做做好現在講 那我還蠻後期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有聊過兩次嗎 一次還兩次的Numbers的內容 喔OK 一次找Tammy 然後另外一次找Sherry來聊就是不同的主題啦 那這次我們討論的又是一個新的主題喔 就是IPFS 要不要簡單介紹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Numbers會跟IPFS有什麼樣的淵源 好啊 那這個其實源頭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做數據資料完簡性保存嘛 因為其實問題是這樣 就是現在Disinformation就是假新聞啊 然後這種假資訊的問題很嚴重嘛 所以導致於說其實我們今天在看媒體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很確定 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不是可以相信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事實查核 或者是我們自己 如果你真的覺得乖乖念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查一下嘛 但它的問題就在於 產生假資訊的成本 跟驗證的成本是非常的不對等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產生的F只有1 但是我驗證的F是10 所以我們根本不可能 每個人不斷去做這件事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第一相信這些事實查核機構 第二相信產生資料的源頭 因為它可能是Big Brand 我們是相信那個Brand的Value 然後再來是你可能相信你相信的人 你覺得他的Createability很好 然後他可能都會 8步之前他都會做查核 所以其實你把Apple Offload 到了你的朋友身上 你相信他 所以這是目前大家的現況 那我們想做的方式就是 我們希望從源頭 當你去產生一個資料的時候 我是否有機會 可以讓這個資料自己自帶一個 可能像數位指紋的方式 就像這個標章 那以後我就看到這個資料 他身上就像有機農產品 身上就貼著一個 我有認證你可以相信我 那你還可以去對認證 進一步的去查驗說 他到底說的是真是假的 這樣子我們就希望讓查核的Cost 就是可以非常的低 上方可以部分的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剛剛切的還蠻好的 就是很清楚就是一個要嘛是從源頭 要嘛是從最後結束 就是他已經發生了 已經在大家的社群網站上面看到 然後就是想說 這是什麼假新聞 於是就有人把它轉傳到 例如說麥克平 然後或者是什麼真的假的之類的 去查核 然後查核之後就有人告訴你說 這是假的 然後於是大家再轉傳一波 就是這是假的 這是從尾端 那另外一個是還有中間的朋友 就是說那有可能是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有許明恩轉傳的 對不對 然後有認識覺得許明恩可靠的人 他就會覺得 這個應該許明恩有查核過 殊不知我完全都沒有在看 我只有看標題而已這樣子 對 那就會有這三種情況 那剛剛伯甫說Numbers 主要在處理的是 第一種情況就是從源頭開始 那源頭當然有兩種 一種就是當然是他如果是大品牌 例如說報導者出的 那我們就相信說 報導者他對這些資訊的查核 應該是很熟練 而且他有一定的商譽要維護 所以我們就相信他 但是有很多資訊的來源 其實不是這種我們都知道的品牌 甚至例如說有人也會沒有聽過報導者 或者說沒有聽過紐約時報 那怎麼辦 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可靠的媒體 什麼叫不可靠的媒體 於是好像有更多的一種需求是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相信網路上的資訊 到底是不是可靠的 就是他的來源到底是不是可靠的 那剛剛說的就是說好 那要不然我們就在資訊的來源的開頭 幫他加上一點什麼東西 有點像是這個原產地認證 或者是時間戳跡 然後想辦法把這個metadata 就是這個時間戳跡 或者是地區的資料 然後跟這個資訊綁在一起 那就看起來會可靠一點 至少說那這是2009年的森林大火 結果你用2018年的照片出來 那就會覺得這怪怪的 應該是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對沒錯 我不知道這整件事情背後是怎麼做 然後這又跟IPFS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OK 因為如果說要完成這整個流程的話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叫做截取 第二個封存 第三個驗證 那所以截取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產生源頭的資料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特別focus在media 就是像弧片或者是影片 那當你在錄製完的那一瞬間 那我就幫你產生一個可以被相信的指紋 那這是capture的部分 就是說我去capture這個media 那我產生完之後 那我就要去封存這個資訊 因為是要for之後第三步的驗證 那所以其實capture完 那我們就會馬上幫你做一個封存 那這時候封存就會分兩個 第一個是我可能會想封存我原本的資料 以及封存我產生出來的那個數位指紋 那這時候就跟區塊鏈有點關係了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說區塊鏈有點像是一個分散式的資料庫 然後裡面的東西不能被篡改 但是它現在有一個限制就是說 你封存的東西size不能太大 所以像比方說我今天如果拍的是一段小的影片 那它可能也沒有很大可能就50MB 但是這東西直接封存進去區塊鏈 對目前來說其實是不實際的 就是區塊鏈沒有要讓你這樣用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需要另外一個儲存的替代方案 那IPFS很快就大家就發現了有這個好東西 就是說那你可以存到那邊去 以後你就可以存到那邊拿 那這跟我存到Google Drive有什麼不一樣 那差別就在於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你在使用上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Google Drive 沒有錯 那差別在於它背後並不是有一個單一的大公司 然後在營運跟對它負責 它其實是由整個全球的社群 然後他們去架構了一個儲存網路 然後所以你就會把東西放上去 然後那就放在裡面 那以後你要拿的時候就可以拿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現在你剛剛有說三步驟 一步是擷取資訊 然後另外一步是封存 那封存的部分才會跟IPFS有點關係 因為你可以當然就是封存到 所謂的傳統區塊鏈上面去 其實區塊鏈絕大多數人存的都是一個自串 或者是一個交易紀錄而已 就是誰在什麼時候轉賬多少錢給誰 而不是那種3G的影片 對那所以區塊鏈不是這樣子用 於是大家就想說 那所以我這些原始資料放到哪邊去 一個選擇是放到Google Drive上面去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說 那我們放到去中心化的硬碟上面去 那這當然接下來還會討論 就是為什麼不放在中心化的地方 為什麼要放在所謂的去中心化的資料庫 那你要不要先把第三步講完 好那驗證的部分就是 那今天你完成前兩步之後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原始資料跟指紋的訊息 然後分享給你想分享的人 比方說假設我是一個專業記者 那我可能在場域裡面排完 我就分享給我遠端在辦公室的同事 那我辦公室的同事他取下這兩個東西之後 他可以做一些查核 那包含資料的完整性 就是這個資料他是不是有被修改過 然後以及這個資料是不是 真的是從我這邊分享給他的 你可以查核一些像是 who when跟where 那驗證完之後他覺得OK 那他就可以選擇把他做為發布的素材 OK 看起來最後這個驗證的部分還蠻重要的 那它是一個人工的驗證的流程嗎 還是說它是一個機器在做 然後這些人只是按一個按鈕之類的 當然大家最理想的狀態是說 那我東西都進來 就是機器自動都幫我驗證完了 然後還幫我貼了標籤 然後我只要無腦看著標籤 我就說綠標用 然後黃標我看一下 就是當然最理想的是這樣 那現在的話其實它是Fusion 它就是會有human in the loop 那原因是因為你產生的content 我們把它分為兩個類型 一個是online 一個是offline 那online就是我使用第一個 那個capture的工具去產生的 比方說那capture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可能是一個app 那你就是拍完照 那馬上裡面就有東西幫你做 那個指紋的產生跟封存 可是今天我有別的需求 我可能會想要從口袋裡面掏出一張圖 然後我也希望這張圖 它是可以被封存 然後被驗證 可是它麻煩就來了 我掏出這張圖的時候 我如何相信你那一張圖 是可以被相信的 因為那張圖 有可能也不是你產生的 可能是你撿來的 別人給你的 或者是你用AI fake產生出來的 所以在驗證的部分 這裡就有比較多有趣的機制在裡面 比方說我可以用一般的 剛才說我用自動化 我就會驗證數位指紋 然後看起來沒問題就沒問題 那我也可以加上一些人工的查核 他們這通常會有一些專家 然後他會去幫你check說 那雖然說資料的完整性看起來沒問題 但是那個content有沒有bias 它會有一些專家也有這樣做的 像通訊社他們就會有一些專家會做這個 再來是有AI的model 我可以去判斷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修改的痕跡 然後甚至你是不是AI產生的 像這種offline的 通常你能做到的程度就是 我可以幫你貼個黃標 比方說我覺得你的可信度真的是蠻高的 然後我也看過了 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所以我就給你一個 比方說我的信心度超過90 90的score 我就給你一個黃標 這時候就靠閱聽人就是說 你看到那個黃標 你還是要知道說 人家幫你助顧了 但是你可能最好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那綠標的話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就OK吃 懂 所以其實綠標跟黃標最主要的差異 有可能啦 就是當然綠標跟黃標現在還不存在 只是說他最主要的差異會在於說這個資料到底源頭是不是可靠的 有可能當然他就是全部都是數位原生的 當然我們就覺得很可靠 例如說比特幣 他就是一個數位原生的東西 沒有人能夠從無到有在fake出一個2100萬顆以外的另外一顆出來 所以那基本上就是大家不會覺得說 這是系統裡面會有假的錢這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你是其他的鏈下 我們實體世界 然後你額外再把資料放上去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很多假的問題 例如說之前好像哈佛商業評論也有說到什麼 就是要用區塊鏈把每個新生兒都貼一個標籤之類的 那就避免抱錯小孩啊 他就說像這種應用情境就是區塊鏈解決不了的事情 就是說雖然每一個小孩在區塊鏈上面每一個長的都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知道那個標籤是不是貼錯 貼錯小孩這樣子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區塊鏈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你放到哪一個 這跟區塊鏈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那個人要細心一點就好了 對 那所以這其實就是剛剛博福講的 就是有可能他綠標跟黃標的情況 那我們再回來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資料放在去中心化的雲端硬碟會比較好 那放在中心化像Google Drive或Dropbox這樣的中心化的硬碟會比較 可能不是那麼好 或者是我不知道這用詞應該怎麼用 就是它是比較適合嗎 還是比較不適合或者怎麼樣 對 我覺得適合這個說法蠻好的 就是因為其實好跟不好是取決於你的需求跟情境定義的嘛 所以現在大家每天都過得很好啊 我們都運作得很好 其實沒有出什麼問題 所以表示其實這個model它也沒有不可行 那它想解決的是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就是說你不希望有一個單一的大公司來為你做一些決定 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那大家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就像我今天如果host了一個有政治傾向的網站 那它有可能就會因為審查的關係 然後我的網站可能會被下架或者是被屏蔽 那如果說這個網站的content確實是有問題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好嘛 就是有人幫你把關了 可是今天如果不是呢 就是今天如果我是在一個比較極權的地方 相信大家也都會看到新聞就是說 有些極權國家它在國內發生動盪的時候 它第一件事它就把你網路切掉 然後那你就失去一些聯繫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人們是否有自主的自由 就是我有儲存跟分享這些資料的權利 所以IPFS就會作為一個替代式的方案 就是說我就有一個很像是全球的基礎建設 那我可以把我的資料放在上面 然後自由的與大家分享 那你就會跨越那個邊境的限制 然後完成你的目的 然後不用擔心有一個人會掌控 因為我們前面都沒有講到IPFS 但是透過這個例子會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說那如果我們說比特幣 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統 那它是由全球1萬個礦工 共同營運的一套支付系統的話 那相對於這個傳統的銀行的是 中心化的金融系統 這個IPFS它就是相對於Google Drive 它是一個有全球的 可能也是礦工共同營運的一套儲存機制 可以這麼說嗎 IPFS這邊的話它還沒有礦工的出現 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去中心其實它背後的技術的term就是 Peer-to-Peer 那這個概念其實並不是平空出現的 其實這東西在Internet很熱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bubble之前 其實P2P就已經出現了 那像那個網路泡沫大概是在1999到2001嗎 對 就是走在那個時候 那那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歷史 因為它其實是個脈絡過來的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IPFS是怎麼出現的 然後它最早到底一開始想解決什麼問題 OK 那IPFS呢 它其實那個Wen Bennett是它的作者 我記得它Background是Stanford的CS 它是比較就是做研究型的 那它當時想解決的問題就是 它需要跟別人分享很大量的資料 很大的dataset 它想分享 但是那個過程中它就發現你在傳輸的過程 你的資料很容易就是發生錯誤的狀況 那所以它就想要去開發一個工具 解決它自己的問題 那所以它就發現了 它如果結合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分散式的網路 就是這種P2P的網路 以及一個叫做版本控制系統 這個我不知道對聽眾來說 應該就是對 版本控制系統 對 版本控制系統 但anyway 反正它就是結合了這兩個概念 然後它就發展出了IPFS 那它一開始就是跟大家就是試用 然後就發現效果還不錯 然後那個時間點大概是在2013 2014的時候 對 那這是它第一次做出這東西 那那時候就有個demo 然後大家就覺得蠻酷的 所以它後來就去參加了那個 Y Combinator 它有個什麼 好像叫Summer Class還是什麼 反正它就去加入了 那那時候就是大家就發現這個東西 那它就吸引了一批技術的人 那因為這些技術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從第一波Internet 那時候來的 然後那時候大家的信仰 其實都是覺得 現在的網路的狀況 已經跟當時的初衷不太一樣了 因為其實在那個網路的創始人去那個 那創始人他 Berners Lee 他創造Internet的時候 其實那個idea是P2P的 他覺得是一個全球大家都可以共享資料的狀態 可是它隨著商業的進程 那最後這個我們現在這個web 其實是變得非常中心化的 大家其實可以算一算 就是說你一天會逛的網站 有沒有超過15個 就是其實大概都是那幾個大的 你可能就是去Facebook 你會用Google 你會上IG 我已經要被你講完了 Dcar Dcar 然後可能就是抖音 就是你會發現你其實用的service 大概就是這些 然後搜尋就交給Google 然後Google就報給你這樣 那跟最一開始網路出現的時候 那個百家真名 你會上到一個很奇怪 你隨便打 你就會上到一個很奇怪的網站 然後他就會很fancy 放一些他的花花綠綠的字界 然後很多那種放奇怪的背景音樂 annoying 就是跟當時的狀況就非常的不一樣 大家很像變成在一個 知識化世界裡面 你想要產生content的時候 那其實大公司就提供給你template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客製化 然後於是你有了自己的一個部落格 我有了一個自己的podcast 那看起來就是一切都很好 可是大家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 那個銅箔的生機 跟那個很高的diversity好像不見了 所以他們這一批人 就是非常的bying這個理念 他們就覺得 Win Bennett這個先從儲存為基礎 然後把這個東西再變成去中心化 的這個理念很符合 所以於是一群技術的人就進來 那他們就開始開發 於是呢 這東西就IPFS就從了一個demo的概念 然後實際變成了可用的工具 那這個時間大概花了兩年 所以他在2016之後 大家開始發現這東西 OK開始真的可以使用了 已經進入了可用的狀態 就開始有一些早期的服務提供商 大家開始嘗試的去adapt這東西 開發出一些新的技術 比方說你如果去搜尋 好像叫dTube吧 他就是decentralize的youtube 對我好像之前有在上面看過一些東西這樣 對那就是開始出現一些這種各種的service 又開始出現了一些去中進化的版本 對那就開始這樣出現 那最後就變成到2017的時候 Falcoin就出來了 那時候他就有launch的ICU 然後募了205個million 那募了這麼大一筆錢呢 那你就要就是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做一點事這樣 對 OK那在之前呢 其實那個Wuwen Bennett 他還有成立了一個叫做Protocol Labs 那他的角色有點像是一個獨立的研發中心 然後跟他希望這個東西作為一個 核心技術研發的能量 然後把能量帶給他旗下的每一個專案 所以像IPFS 他其實就是旗下的一個專案 那Falcoin也是 那所以他們就用了這樣的model 那募了205個million 然後所有的大創投 前頭進去的眼睛睛看著他 然後一直push他 所以最後主網終於就在今年的時候上線了 OK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還蠻有趣的歷史 因為就是大家得知道說 那過去發生什麼事 然後比較理解說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討論IPFS這個東西 我之前好像也有看過Wen Bennett的TED Talk之類的 我覺得他很有趣的是 他一副就是一個技術人的樣子 他就是講TED的時候 是拿著紙條上去的 他是 對 然後他就是上去 然後照著這樣子唸 他不是一個很表演型的人 他就是一個很技術宅這樣子 那我有看過好幾場他的講座 基本上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就有點像剛剛伯甫說的 就是他希望可以有一個p2p的儲存網路 舉例來說我現在要傳一個檔案給就是他演講場合的大家 那我該怎麼做 他就是說現在能做的就是我把這個檔案放到Google Drive上面去 然後給大家下載 那這就是一個中心化的做法 你先把它傳上去 然後大家再從那邊載下來 但是如果Google Driveban掉這個檔案了 那大家就沒得拿了 現在可能當然還有一些比較p2p的做法 最熟悉的大家可能就是說AirDrop iPhone的話我就可以同樣就是都可以傳給大家 大家就覺得哇 這可以很簡單啊 所以現在大家傳圖片都是直接AirDrop 沒有人在什麼丟到Google Drive上面就要下載下來 這是一個比較直覺比較straightforward的做法 那只是在理論上AirDrop 他這種做法應該是可以套用到很多不同的情況 但是我們現在AirDrop只能靠藍牙 那就是你在附近我們才能AirDrop給你 那可不可以透過網路 只要是連得上網路 我也可以某種程度的AirDrop給你 那這就不是叫AirDrop 那是叫Filecoin 不是 叫其他的方式 就是叫某一個東西 反正我就可以直接傳檔案給你 不需要再丟上去 然後再載下來 所以聽起來這是IPFS想要做的事情 只是說Filecoin最主要在2017年跳出來 是因為說那做了這個網路之後 他好像就是缺少一個 大家會說Filecoin是一個IPFS的incentive mechanism 就是激勵模型 那他到底是怎麼做 然後這跟IPFS有什麼關係 那這要先回到IPFS 就是說他今天是一個P2P的儲存 也就是說他其實完全是有一群 就是志願者加入的一個網路 那大家加入都有不同的動機 可是今天如果你想要一個穩定的服務的時候 你要如何確保 這個儲存網路 它是可以在某一個可靠性以上去運作的呢 你需要給大家動機 就是說那我為什麼要加入你 有些人是為了理想性 有些人不是 所以Filecoin他就是嘗試去產生一個激勵的經濟模型 就是說你如果願意上來這裡 去提供這種儲存的空間跟服務的時候 那你可以獲得一些回報 所以他其實就是透過區塊鏈 然後可以產生出就是這種Crypto 然後藉由讓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東西Benefit的工具 作為一個激勵工具 然後去疊在這個分三式儲存上面 所以當你身為礦工那這個礦工就出現了 那它跟Crypto礦工有點不一樣 Crypto礦工大家就是去算嘛 然後去什麼Proof of Work 然後最後你就得到Token 那Filecoin這邊的話礦工就是提供儲存 那這可以再細分成兩個 第一個是我提供你儲存的空間 然後第二個是我ensure 你要拿資料的時候可以拿到 所以其實一個就是提供你存 一個提供你取 它就會有兩個角色這樣子 那所以說礦工加入之後 它就可以從這兩個面向去得到回饋 所以當你是使用者你要放檔案的時候 那你同時你就要花一點錢 那你就是把你的錢 然後也Parking進這個Filecoin的網路 然後就說那請某個人幫我存 那這時候網路裡面 他會去幫你媒合 那媒合到你開的價格 跟那個礦工願意解鎖的價格 那你們有就是撮合到 那他就會幫你去儲存 那這時候那你就離開了嘛 等到使用者再回來想要取檔案的時候 那一樣他就是會幫他撮合到 可以協助他把這個檔案取回去 那礦工也會再拿到一點錢這樣 懂 所以有點像是Google Drive 大家使用Google Drive 當然是免費使用絕大多數人 但是其實儲存檔案不是不用錢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去外面買個碎身碟都是要錢的 那他之所以免費使用 是因為他從其他地方賺你的錢了 這是大家比較熟悉的Google的模式 但是既然這些東西都是要錢的 只是Google Cover的話 那在IPFS上面 他沒有其他的 他不像Google有這麼大的業務 然後他可以把你的資料拿去 再榨出其他的資訊出來 然後再賣出去 所以IPFS他就純粹做一個去中心化的儲存服務 那於是你就得付錢出來 有點像比特幣或者是以太幣 你在轉帳的時候 你都得付支付手續費 出去給礦工一樣 好那要怎麼付錢呢 在可能沒有Firecoin之前 大家就是都不用付錢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那既然不用付錢 大家都知道免費的最貴嘛 就是不用付錢 當然就是沒有品質保證 你就是我在上面傳檔案的時候 你可能有時候掉檔案啊 或是怎麼樣 那你要取的時候取不到啊 我們就說啊 它是一個類似去中心化的Google Drive 你把檔案放上去 Google會保證你說啊 這些檔案它可能會存在某一段時間 然後基本上它大概都會存在 沒什麼意外的話 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沒有付錢給IPFS 那就是沒有人有義務 幫你存這些東西啊 誰要幫你存這個啊 就是我們沒有好處 你有好處嗎 那所以他才說好 那看起來是大家缺一個經濟誘因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弄出一個經濟誘因 他當然也可以做出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說好 那我們看就是怎麼收錢 那我覺得Filecoin就是他想到的一個 比較符合去中心化做法的商業模式 中心化的做法就是說啊 例如說我可以設一個像Google Drive 這樣子就設一個使用的容量啊 免費的額度啊 或者是說你沒有付錢 你就不能使用啊 這種付費強的機制 這是中心化的做法 那去中心化做法 大家在去塊鏈的世界待久 你就會發現說啊 那大家都是用這種 發一個幣出來 然後透過這個幣來激勵大家 例如說啊 有的人是提供儲存空間 有的人是確保你可以拿得到檔案 然後當然誰來付錢呢 就是你要使用這套服務 你就是使用者付費嘛 所以你就要去買一些Filecoin回來 然後就去付這些使用費 有點像是你想要使用這個 以太坊上面的去中心化金融服務 那就得買一些以太幣下來 然後支付這些手續費 類似的概念這樣 對沒錯 概念上就是相同的 OK 然後他這邊另外一個有趣的就是 因為你的價格其實是你自己提的 所以像如果去Filecoin的網路上 他有個功能是你可以去列出礦工 然後看大家的開價 然後其實就會發現大家價格都不太一樣 所以在儲存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一下 不要挑到了就是很貴的礦工 因為存的那個成本會貴 讓人受不了 但是其實他價格貴還便宜 對大家的儲存品質來說是沒有差的 是嗎 其實很難說 就不知道 其實應該是說對 因為他其實背後礦工他們就是會有自己的礦機 就是儲存的設備 那他儲存的設備其實你不容易知道 實際的狀態是什麼 但是當然他有個驗證你的時間 就他其實在驗證這個礦工 他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驗證他 他叫做replication 就是可以去驗證說那他證明他都有 把檔案存下來 對有幫你弄很多的copy這樣 那另外一種就是space time 就是他確實就是有儲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可以相信他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礦工 懂 所以這看起來也是需要一點挑選的技巧 但是就我所知啊 因為到目前為止大家聽起來就覺得好像很複雜 因為這跟Google Drive提供的比較穩定的服務 是不太一樣 你大概不用去挑說 那就是我在哪裡使用Google Drive 他比較可靠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忽略的點是說 IPFS目前大概是比較少這種個人的用戶在使用 絕大多數好像都是企業用戶 有點像是他把它包成一個例如說Matters這個網站好了 那他可能就是後面的資料儲存 他是丟到IPFS上面去 但是使用者他大概是不會直接接觸到IPFS 而是透過Matters這層皮 就是你在上面發完文章之後 然後透過中間人把這個檔案丟過去 那即便是在使用Numbers的服務的時候 大概也不是說他自己把檔案丟到後面去 而是說透過中間的這個應用程式 來把檔案往後丟 所以就我所知 覺得大多數的使用情境好像都不是這種個人 就不像是我們在使用這種Dropbox 就是我就很喜歡把這個檔案全部都丟上去 然後當然可能未來可能會有這樣的應用服務出現 我猜應該是會有 但是大概現在不是說 那直接讓你直接去Access後面的這個基礎建設 對是這樣沒錯 從一般使用者確實不太會 因為他這東西其實是基礎建設 所以上面通常都會在疊一層服務 然後使用者接觸到的是服務 那像不管是IPFS還是Falcon 其實都有一些公司出來 然後他們去提供這種線上的服務 讓你有一個比較好的使用者界面 你可能可以透過上一個網站 那或者透過App 那你就可以像使用Google Drive一樣 去上傳你的資料 這個時候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就想說有一個公司跳出來 那這公司不是又是一個中心化的節點嗎 什麼意思 一切又回到原點 就是那它的差別就會在於說 假如說今天是一個 我提供Falcon儲存的公司好了 它只是提供你一個比較好的使用者體驗 它今天如果一旦GG它消失了 可是你的東西並不會因此而不見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說 有一些比較佛心的公司 它倒了之前它還會告訴你 它就可以說你趕快來備份 就是我要關了 那你有兩週的時間趕快來吧 那有一些是默默它就倒了 你就get nothing 那這樣這就不會 它只是說你那個方便的那一層消失了 那你也可以馬上跳到另外一個好用的服務 或者是你如果有比較多的技術背景 那你還是可以回到那個源頭 去把你的東西抓回來 就那東西並不會因此而消失 對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概念很像是 Email的概念 就是Email的信箱 跟Email的底層的這個協議 例如說Pub3或那什麼 SMTP 對SMTP 對就是說我們在講的這IPFS 它其實是這個SMTP 或Pub3這個底層的這個協議 但是大家在寄Email的時候 大概都不會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知道你就太專業了 那絕大多數人會用的都是信箱App 那信箱App大家都知道說 哇那現在Gmail可以寄到Yahoo Mail 然後也可以寄到Outlook去都可以 那彼此的信箱都是可以互通的 那假設哪一天 Yahoo Mail 看起來就是假設它倒了好了 那你的Email裡面的信箱並不會不見 你就是把這個同樣的Email地址 然後密碼輸入到換一個用戶端 再載一個新的Outlook下來 然後把帳號密碼再輸入進去 那你就又可以拿回你本來的Email 我覺得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他們都只是一層皮而已 然後這層皮它就是要消失 你就換一層皮就好了 那每一個皮提供的服務都不太一樣 但是背後的這個基礎建設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彼此可以互通 那於是最後就會變成說 那現在大家的情況就是說 你的檔案上傳到Google Drive上面去 你就非得從Google Drive上面載下來 Google Drive它這個就是一個中心化的做法 那所以說Dropbox跟Google Drive就不互通 那但是在Email或是在這個IPFS上面 就比較像是說好 那大家的IPFS都互通 只是假設有一個某一個A的服務 然後跟B的服務 他們都建立在IPFS上面去 那所以你把檔案透過A的上去 然後你也可以用B的收下來 那就跟我們現在寄Email是一樣的 那它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那A倒了那我就換一個C 然後同樣的服務就可以繼續用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服務 對應該會說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就是說不用再擔心說 那可能是什麼無名小站要關站了 無名小站要關站了 然後所以大家就要趕快去搬家 或者是Flickr要賣給另外一個公司了 所以你就要趕快去把裡面的相片載下來 要不然就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都是中心化會常見的問題 但是去中心化就沒有 你從來沒有聽過說哪一個Email的服務 他就說我要關了 你要趕快去那邊備份你的Email 大概沒有這種事 就是你就換一個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類比還蠻不錯的 這個概念上我認為是類似的 對所以這就會讓大家說好 那這有最主要有兩個好處 就是一個好處就是說好 那我們以後不用再說傳到上面去 然後再宰下來 而是說類似遠距的 只要網路可及的AirDrop 他就是一個非常遠距的AirDrop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從我這邊直接丟到對方那邊去 那他是一個 當然最終希望是可以這麼簡單的體驗 就是直接丟到那邊去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好 那他可以讓大家的檔案 不再受限於一個中心化的公司的限制 就是說他有可能有政治的考量 有商業的考量 去拿掉你的檔案 那政治的考量可能就是背後有一個政府 那商業考量有可能是他自己經營不善的 或者是怎麼樣 那所以這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 那最後就導致說你的檔案不復存在 那未來我們希望說要把檔案放到 這個去中心化的網路去 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那就比較好 只是這個東西現在才剛出現而已 IPFS他之前大家都免費使用 然後最近才剛開始有這一個經濟的誘因出現 我們之所以要錄這一集就是說 那今年2020年雖然是一個蠻糟糕的一年 但是有蠻多的重要的事情出現的 那Filecoin上線總算是有這個東西上線 對個人來說沒有太明顯的感受 但是他可以讓整個IPFS看起來 應該是變得服務越來越穩定 往那個方向發展過去這樣子 對沒錯就像你說的 因為他其實畢竟是一個基礎建設 那基礎建設到變成有服務出現 然後到使用者可以大量的去願意adapt他 他其實當然還需要一些時間 但至少先有了一個開頭 那這都是好的 然後P2P 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很有趣 就是其實像區塊鏈技術的底層 他其實也是P2P 就是說這麼多全球分散的節電 然後他們有一種共識演算法可以取得信任 大家一起維護一個帳本 然後基於他去發展各種區塊鏈的應用 那所以也就是說其實P2P有點像是人類的需求 就像是那個Berners Lee 一開始他設計Internet 他就希望是P2P的 那雖然說最後走到了我們所謂的Client Server架構 就是說我們使用者是Client 然後大公司是Server 那Server的角色比較powerful 那因為如果說我可以直接穿購我的朋友 那當然是最好啊 可是當下沒有適合的工具 於是有公司出現了 然後他就說那我提供你服務吧 那大家也覺得蠻方便的 所以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模式 但是現在工具的部分漸漸的又興起成熟了起來 那我們是否有機會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P2P的世界 然後可以讓我們原本想要的那個Internet世界 可以再又再出現一些 那我個人還蠻期待的地方 你剛剛這麼講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之前那個Mark Andreessen 就是那個最一開始Netscape 王景的這個創辦人 他就會說他現在當然是A16Z的合夥人 就是這個溪谷知名創投的合夥人 他就說那他當初覺得 雖然那時候是HTTP 這個網路協議非常的盛行 但是那時候就缺了一個處理金融的這個協議 就是我們基本上無論在討論IPFS 或是討論這個區塊鏈 這個比特幣或是以太坊 這其實都是低層的 我們英文叫Protocol的這一層的機制 那那一層他目前大家比較常用的就是HTTP 或是什麼SMTP 這種寄Email的機制 大家都沒有聽過很正常 未來大家也都不會聽過比特幣什麼 就是低層的這個技術 也不會聽過IPFS 就會知道上面的這些應用 我覺得這是肯定是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只是說以前缺少了這種處理金流的 處理網路儲存的 現在開始慢慢的從比特幣 以太坊 然後IPFS 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補起來 那他就會變得比較像是 未來你可以在某一個瀏覽器 Firefox開這個網站 你也可以在Chrome開這個網站 那未來你可以在那個 A的儲存的APP上面 上傳這個檔案 我也可以在B的儲存的APP上面 下載這個檔案 所以就是 彼此都互通的一個世界 那套用到區塊鏈上面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Trust wallet 來收我用Coinbase wallet 傳過去的錢 那我們的錢包可以完全不一樣 那就是跟我們現在就是說 例如說LINE錢包只能傳給LINE的錢包 不能傳給接口 彼此不互通的情況很不一樣 那所以這未來都是彼此互通的 那只是說他需要一點時間發展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除了有金錢的這個協議出現之外 那開始也有出現一些 就是這種儲存的協議 那基本上他們的發展的方向都差不多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想辦法把這件事情 就是用一個小時的時間把它說清楚這樣子 對啊 因為其實儲存跟分享的需求一直都沒有消失 那我不知道明天的聽眾的年齡層在哪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以前 比方說可能會有叫那個bitTorrent 那或者是對Emo 那這種P2P的檔案的分享 其實從以前就有了 那其實再更早往前推的話 他那時候是有個叫Napster的公司 那那時候他也就在那一段1999到2011 那個Bubble那個前後出現的公司 那他出現之後他就爆紅 因為大家就有這個需求嘛 然後但是他後來就官司產生 因為那些大的就是音樂公司 他們就去告他侵權 就是說那你一直在分享這個版權物 結果一告他之後他就更紅 因為大家原本可能不知道了 因為那個案子就知道了 所以他後來那時候 其實湧入了很多學生的使用者 整個就起來 但當然最終因為 還是回到法規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造成了一個 所謂的P2P寒冬 所以他就從2003 然後一路冷到2013 你就會發現奇怪 這東西在當時 就是這麼熱 怎麼好像突然消失了 就是因為有一些這種糾紛 然後當時沒有辦法解決 那進入一個10年的寒冬 然後就一路到了 所以很有趣 像Bitcoin的Wide Paper 其實是在2009 所以他其實在寒冬當中 發表出來的東西 對 就是 所以其實是有人 對他抱持著很深刻的信仰 然後默默的在想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對 那就2013 Yuan Bennett的IPFS 然後一路到現在 然後還有區塊鏈本身也有起來 那就整個P2P就瞬間又再變成一個熱潮 P2P它是一個本來就很存在 蠻久一段時間的東西 那只是說它隨著時間的演進 它可能是商業的問題 有可能是這種法律的問題 那就是一下子下去一下就上來 但是現在我們可能是正好在上來的這個階段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什麼要真材的 好喔 其實我們一直就是 應該是說其實我們真材的訊息 大概都會在我們的社群的Channel上面 然後以及大的真材網站上面 我們也都會有那個直缺表 所以大家如果對Numbers想要多了解一些的話 那都歡迎就是follow我們的各個社群媒體的Channel 關鍵字叫做Numbers組裝數據 對就可以找到他們相關的資訊了這樣子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伯父來跟我們討論IPFS 然後就是講了非常多的這種 我完全不知道的歷史喔 對對對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集討論的話呢 歡迎在Apple Podcast底下給我們留言或評分 然後每一集都會下去看這樣子 那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好 拜拜 advice